欢迎来小生寺 我是齐耀 今天想简单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 请看一下 新闻就是一个马来博客 他的名叫Rajer Petrak 拉惹伯特 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人 等下我们谈到了 他在昨天的时候就讲 目前已经有120个议员 准备要倒现在的团结政府 准备要推翻安华的 准备要提升不信任动议等等 他还讲说 他已经有这120个议员的名单了 五面秀给你看 我先讲这个人的来历 你再决定要不要相信他讲的话 这一个人 我就举几个例子就好 在之前的时候 其实有被警方抓去 用这个内暗法令抓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被英控煽动 他就有侮辱这个阿拉 侮辱这个穆斯林 结果引起很多回教徒不满 也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在以前他也曾经发表过 讲说锡克族的头巾太紧 阻止了血液去到他的头脑 你想象讲这样种族的这种话 会怎样呢 就是给所有人讨伐 尤其是锡克族 所以到最后 他被迫公开道歉 他也曾经讲过 这个过贺年 其实是有暗中的资助民主行动党 要退到国阵 结果给这个过贺年告 过后讲什么 他发表过一个文章 讲的华人不是马来人的这个救星 马来人不需要这个华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什么 就是凭空的制造种族的这种紧张关系 好在这个人其实已经在英国 OK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呢 他讲话就有一点点 我自己觉得 口无辙了 好 这个东西 我听到有人 这个有一个马来YouTuber叫罗曼 所以他也是这一个巫统的俗理主席 OK 所以他发了六点去反驳 但是我就简单跟大家聊 我觉得也不用去到很深入很深入 现在已经明确的 这个萨巴萨拉越 在迪拜行动过后呢 都讲说 他们会坚定的支持完全政府 巫统 主席阿摩扎西 他也是讲呢 请停止这一些 无意义的 这种岛政府的言论 OK 专注做自己的事 就是意思是讲呢 他连鸟都不想鸟 这种言论根本就没有人想在鸟 安华还是 这一个阿摩扎西都是这样 这样请问 萨巴萨拉越 巫统 各个的这个巨头都跟你讲 他们根本没有兴趣 那请问这120个号码 从哪里来 简单想就知道了 OK 更何况啦 我其实非常非常好奇的一点是呢 这个东西假设是成整的 真的是有120个这个议员的数字的话呢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blogger在英国 那边跟你讲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五面的名单 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这边西马 这边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任何的领袖提及这样事情 讲有120个名字 你想看啦 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呢 现在还不是直接聚在一个地方啊 直接去经见这个最高元首嘛 所以 简单来讲 就是在好笑 OK 但是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不爽的是 为什么好笑的人呢 是来自一个英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blogger 之前呢 其实是有曾经支持那几这样子的一个人 随便就可以讲出这番话 所以我自己认为啊 这一个拉伦伯特 以他之前的tract recall 他之前讲过的话 到他现在去评断 他现在讲这种东西 根本大家可以当他是在放屁而已啦 OK 接下去要跟大家聊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 随着拉伦伯特 他讲了这番话过后呢 其实在于这个柔佛州苏丹呢 也是有一个 不懂是不是巧合 蛮有趣的一个行为啦 就是呢 他宣布说呢 在他成为这个新任的最高元首之前 他要上任了 一月底 他都不会见见任何人 除了柔佛州的大前男 每一个州要跟他讨论一些东西 OK 他都闭门了 不见任何人 然后大家也知道 现任仍然在任的这个最高元首 他也曾经讲过 安华跟团结政府 OK 他希望这是他在任 最后一个政府跟这个首相 意思是讲 他不希望有任何的变数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柔佛州苏丹 他也表明过 他不希望在之后 他上任这个最高元首呢 会有这种无意义的 这种政变 然后呢 会导致 损害我们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 他都会尽他的权利 去制止这个事情 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除了我们现在有反跳槽法 除了我们现在呢 你看到沙巴 沙拉院 巫统跟西蒙 都是铁板板一块 声明上是这样子 其实你从利益上 你也看到 他们是绑定在一起之外呢 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门卡 做了这个门卡呢 其实对于任何想要推翻政府的这些人来说 比方讲这次假设有着120名这个幽灵的议员 我们不知道是谁了 幽灵议员想要过呢 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鬼门关来的 这就是那个大boss 也就是你如果要发动这个政变 你如果想要所谓的从后门去推翻这个政府 你一定要经见这个最高元首 然后呢 最高元首来宣认 你就是这个新任的这个首相 还是新任的这个哪个 一定是这样子 如果最高元首 他不经见你 代表你没有西场 OK 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此时此刻 人民对于这种要换政府 然后政变 这些词言都是非常的反感和厌烦的 你因此会看到呢 国盟的一些领袖 像哈迪阿王 像桑苏利 他们都会主动的讲说 像迪拜行动 其实就是一场梦而已 都没有真正的实行过的 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意思是讲 他们跟这种政府倒台的说法呢 在做出切割的这种举动 有一些人其实他还是 虽不形象 撒努西这样 他还是讲说呢 迪拜行动是真的 但是国盟其他人 其实开始慢慢的在切割出去的 意思是讲呢 其实一直去鼓吹啊 这个政府倒台 并不完全是国盟 他们想要的这种论述 因为他们做不到 他们也知道 炒作这样事情 对此时此刻的他们 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这是朝野双方的共识 那能不能双方要立法 或是双方呢 达成一些协议 就是呢 对于以后啊 至少这四年里面 任何岛政府的这一种言论 假设出来的话 应该要采取行动 要不然 你想看啊 马来西亚人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消化了 但是你是一个外国人 这个国家三不五十就要换政府 你不觉得其实有损整个国家的形象 简单来讲 这120个议员 为什么假设真的有的话 为什么不去金监 OK 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 是有一个不懂哪里来的 这个英国的随便一个blogger 去讲这种话 OK 而我也可以跟大家讲 就算是以后 有这样子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大家只要去想 最后的这个关卡 你会觉得 我们未来的这个最高元首 会那么轻易的 随随便便就见他 还是就让他 这个变天就成为 这个事实 不会 所以 我再次强调了 OK 任何的这个变天的这种行为呢 大家就把它听听就好 除非 真的有人可以告诉你 名单里面每一个名字是谁 然后已经准备去 讲说要进监这个最高元首 那时候我们再来讨论 不然 随随一个 啊猫啊狗都跟你讲说 要变天都跟你讲说呢 还有那个数字 我们到底几时才要走出这种 变天的泥沼 OK 那这期 大概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